还有一种流量是不用买就可以获得的方式 就是蹭流量 就是我像我一个朋友 他一个作家的朋友 然后他的书莫名其妙的 被一个偶像明星推荐之后 销量多了这个六七万本 大家就是其他的作家 真的真的为他高兴 就是说蹭流量成功了你不要 然后我就记得去年 今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那有一个网红 就是流浪大师嘛 就是然后当时有一个照片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他像个流浪汉阳坐在地上 然后身边全是美女网红 那流量国学大师嘛 就那个姓沈的 对对对 然后旁边全是这个美女帅哥 然后就拿着手机 就是跟他合影 大家就是所谓的蹭他的流量 然后就是他不是一个人 他还是我刚刚说 他是一个流量入口 只要你留得近 他的身上的流量 就可以留在你身上 那这个流量 马上就能变成他挣的钱吗 他可以啊 可以啊 他从哪挣呢 做广告啊 或者是卖东西啊 刚才说嘛 我真不太懂 就会有这些商家 密切地盯着每个人的流量 一增加就说给他买广告 你要明白一个 这个公式说出来很简单 就是交易成果 等于覆盖量 乘以转化率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吧 但是你倒推这件事情去想 就是我要那么多交易 你就必须有那么多的覆盖量 和这么高的转化率 那么假定转化率给定了 只有1% 不可能再高了啊 那你只能做大覆盖量 对吧 1000个人把它做到1万 1万个人做到10万 你只要把覆盖量做大 在交易转化率给定的情况下 你的交易量也一定是提高的 那你其他事情不用想了 你唯一要想的事情 就是覆盖 覆盖越多也好 今天这个流量大师 我去蹭一下覆盖一些人 明天那个流量小师 我去蹭一下覆盖一些人 转化率反正 到底什么叫流量 刚刚我们在谈到一个词 叫做私欲流量 对对对 这也是最近我要跟上形式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出来个私欲流量 什么叫私欲流量 哪个欲 领域的欲 领域的欲 不是欲望的欲 对我以为 私欲流量是这样的 比如说方舟 他开了个公号 我想关注他公号 没有问题 他不可能禁止我 关注他公号 但是他都 要不就是事后把我拉黑 但是他的微信号 我要加上不是那么容易的 得他同意 通过 所以你会看到 你微信的朋友圈 相对来说是封闭的 甚至有的人会认为 这是我的私人领域 我在朋友圈里说的话 你不能传出去 截屏出去 你很不地道 那这就称为私欲 那公号就感觉 四个人都能关注 那就属于公欲 相对来说 有点像大众媒体 但是你私欲流量 也可以转化成钱 就我们刚刚说 好像只觉得 名人才有流量 但其实不是 你私欲流量 你在朋友圈卖个东西 卖给你的亲朋好友 八大姑三大姨的 然后你这个从中挣钱 就是你利用你的私欲流量 挣了钱 对 这个你像 现在不都聊 那个网购平台吗 哎呀我一看 那玩意真是跟江湖 争霸传奇似的 就说这个网购平台 原来第一名是一个女的 怎么怎么着 然后这不是后来又上来一个 说直逼第一名 然后说他为什么 现在变成这个直逼第一名了呢 就是因为呢 他又上这个抖音 又上这个 就是说他把他的私 就很多私欲流量 拖到了这个网购平台 这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你说的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人 就是李佳琪嘛 在那个淘宝里直播 这个说是卖孔卖第一嘛 一个男的卖孔卖第一 也挺牛的 对 那他这个呢还是公寓 就是说我做淘宝直播 四个人都能看 但是如果李佳琪在朋友圈卖口红 那就是私欲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你真的一个个体要把生意做得很大很大 那还是得靠公寓 我觉得私欲呢 更多的是一些人赚外快 就是我有工作 我一个月挣个两万块钱月薪 但是我不够花 我在朋友圈卖点东西 说不定一个月还能挣个四五千块钱 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他不是一个就是主营的一个生意 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属于微商这种系列的 那他是把私欲流量当成主营收入来做的 他会他就是他不止一个微信号 他可能有一百个微信号 每个都五千人 每个都五千人 甚至于一千个微信号 每个人都五千人 那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 就是说你一个正常人 要把自己的微信号弄成五千个人 你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他有一千个号 每个号还有四五千人呢 就是用外挂甲人 用外挂这种方式来加人 微信就打 所以才会 对 外挂就是他在PT上有一套软件 就是他睡觉了 然后一教税前 这个号就五千个人了 为什么 他是一套计算机的方式来加你 我微信里都有 都有四五个 你就是干这个的 不是 人家来加我 人家来就好 那总得别人答应啊 你说机器 比方说你弄了那个 他机器他这样 他现在机器很聪明啊 他会说 他加你马老师微信的时候 他会有一句话 他说马老师你的电话我打不通 他甚至于把你的电话都写出来了 你一看还真是自己电话 然后你会觉得这大概是某一个场合认识的吧 你就通过了 通过以后他也不跟你说话 他不跟你说话 他就在朋友圈里发东西 然后可能你会看到 这个东西我还真是想要的 你就买了 然后他就去接钱了 其实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他谁 他已经从你身上所谓的薅羊毛 所以说你说这个流量啊 我这么落伍的人 我也不得不接触这个东西了 而且呢很惭愧的是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流量到底是什么 流量跟点击率有什么不同 流量呢和点击率 你几乎可以认为是一回事 但只是他的素质不一样 你比方说有一百个流量 可能有十个人点击 因为可能一个人会反复看嘛 但基本上你可以等同位 因为就是说 在干我们这行的 整天没人跟我聊节目了 全是这个流量啊 而且就是数据 那天还有一个学者跟我讲 说玩抖音呢 玩什么上瘾吧 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上瘾吗 或者说你为什么越搜什么 就是你喜欢的东西 接二连三的就跳出来啊 他说你知道在这个背后上千个工程师 就是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的目的就是让你上瘾 怎么能让你上这个瘾 我说我还真不信这邪了 我就不信 咱们这个自由战士 你能知道我喜欢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特low 可是呢 好像我确实刷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做互联网的朋友说 他就是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这个商业 他是把他的使用者 或者把他的客户叫做user 一种是贩就是使用者 一种是贩毒 一种是互联网 就是你知道因为对他来说 其实你觉得你是他的客户 但其实你是他的工具 你是成为他无数算法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已 他利用你点击 他又加入了这个别的算法 所以其实谁是谁的工具 这个说不上来 你是他的工具 有一种学派叫什么 数字劳工这个理论 就是你就是那个公司劳工 你以为你是客户吗 你还没得到一分钱 对吧 他也不发你工资 你天天就在那刷 每天七个小时八个小时都给他了 这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给他 他后面就是广告价值 他就挣那个钱 然后你就是他的员工 这个就是数字劳工 这是一种说法 可是不用太悲观 你倒过来看 因为有了楼亮这个概念 跟这个玩法 他觉得你喜欢什么 叫你买 不管你有买没买 你也可以利用他来赚钱 用他们刚说的方法 可以 你看到这个东西我不买 可是我想方舟会买 家辉会买 而魏老师会买 然后你就把这个转到你的私欲楼量里面 我学的多快 学习能力很强 然后就散出去 结果你好像他是他的劳工 可是你也是他的合作者 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说太复杂了 那每个人到最后就是一个点 你在那个整个巨网 matrix 整个网路里面你是一个点 你怎么样用那个点呢 就看你的本领 可是最讨厌是什么呢 还是回到吸引的问题 影视问题 比方说他会突然推赞我 要看什么 觉得他经常会出现这样 我猜你会喜欢什么商品 猜你会喜欢什么商品 那我总是好奇 你还比我老婆还了解我 我就这样按一下 一按进去 去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网站 那算了不买了 然后转头他会怎么样 那个最讨厌的那一种平台 会把我点击过的 再说在广播出去 他再把那个商品 再往外面一万个人推 说马家辉都文涛蒋方舟 魏老师曾经看过这个网页 那是最讨厌的 那这个你可以去告他 你说你用我的名字了 这个姓名权是有权的 有权利的 他用机器来弄说 我也真的是点击过 我点击过 他们很讨厌 当我加入这个平台 他不是有了两万字的条款 对对对对 谁会看那条款 都同意 就是我就是 我有时候有一次看那个 李银河老师 经常回答一些 关于这个这个 发育的教育的 这个问题的 是吧 两性的 两性问题的 那个问题 我也点了看看 他怎么回答的 但是后来他们告诉我 那个里边有一个 可被别人看见 和不可被别人看见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说 哎呀你怎么看那个东西 gobierno 而且你说的 没 mucho 我就在想 其实你刚刚说的 你就成了一个流量入口 就我那天 刚接触到流量入灶 prom 流量路口这个词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 就是我说 我觉得自己身上经历一种变化 就是几年前我的那个博客 十年前 别人给我博客留言的时候 看了你的书 然后就是现在来查你的博客 然后很喜欢你 但是现在完全变了 就是说变成 我很喜欢你的节目 很喜欢你的微博 我买一本书支持你 我说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 这是流量入口转移 就是大家认知你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所以就是邓文涛看过什么 也变成了一个别人引流的一个入口 就我可以点进去 看到这个更多的东西 就你不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入口 你的行为也是一个入口 通向一个更大的流量 你这个跟我说的 甚至会产生一种科幻的那种幻想 那是不是我看过有些科幻片 是不是身上有个值流量 将来能卖吗 就彼此能交易吗 你有多少流量 我有多少流量 还可以比较 比较 还可以比较 所以这两天不是刚刚出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 就有人发现周杰伦没有粉丝 然后就觉得 对吧 然后就觉得他票怎么能卖得掉呢 然后一帮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就不服啊 然后就去刷周杰伦的那个榜 你说这个事啊 我也注意到了 而且呢 就是我连复述 我都复述不出来 所以呢 我估计那个小 有个小网友啊 不得给骂惨了 给这个周杰伦的这个粉丝 他这个一切的起因呢 是他发了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你看看啊 这个帖子 他就是说感到很怀疑 就是说 对对对 我一直看到有人说周杰伦的票难买 但是我查了查 他微博超话排名都上不了了 对我来说超话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然后说官宣代言什么 转发评论都没破万 演唱会一般都是粉丝去看 他的粉丝真的这么多吗 说不要骂我呀 我的意思是他粉丝总不会什么也不干嘛 超话什么的 好歹侧面是流量的证明啊 对 他说的就是这事 结果千万周杰伦的粉丝一看 好 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存在 光机就把周杰伦顶上热搜 不是 超话 超话 超话第一 超话第一 你知道吗 后来我看到有个文章 就分析 有人猜说这可能是个00后的妹妹 是饭圈的 他们说在饭圈来说 什么叫你粉一个偶像 你说你粉一个偶像 你不为他做数据 你算什么粉丝 对 但是呢可能像你们这样的周杰伦的粉丝会觉得 对吧 我只是把周杰伦的相片贴在床头 对吧 我心中在想着杰伦就够了 对吧 但是这个饭圈的就说 你不为他做点什么吗 所以这个我有一个 我原来也不能理解 后来我一个朋友 他就是这个 喜欢某一个什么偶像 偶像赛里面的练习生 要送他出道的那种 就是买产品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产品 然后给他票数 他们那个日本那个 那个著名的那个组合 AKB48 对48的组合 那帮女孩子下回谁占C位 是由这些 因为他有48个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团 然后那粉丝团就帮他买东西也好 帮他投票也好 就是下一场演唱会 谁在那个C位 是你决定的 是你这些粉丝决定的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流量小声 这家伙发一条微博 为什么转发千万 就是比如我年轻的时候 我粉那个小虎队 我粉这个什么 什么当时的一些组合 我就是买个唱片 买个碟就完了 就是这个小虎队他这么这种形象 在社会当中知名度不是我造成的 我就是他的一个消费者 但是今天粉丝会觉得这个image的这个传播度 我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叫参与感 就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个商品的话 这个商品的制造我有份 小虎队这个商品的制造我没份 这是造物的快感 对我有造物的感觉 就是我也是上帝之一 我是重要的供给力量之一 而且他有满足感在里面 对有满足感 你就是我们这么努力 所以他才会那么火 那作为一个现实的香港人 其他废话别讲 像我最近要出一本书了 新小说了 那我有什么策略 能通过这个什么 所以现在你看那个 你是属于老派的写小说的玩法 那现在写网络小说的 写网文的 我知道 那是要有用户参与感 就是这个人的走向 这个角色死还是不死 这个角色到底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听大家意见的 大家说这个人要死 那我就把他写死了 大家说这个人不能死 那我就让他活着 那我当然不行 我是莫言吉的作家 你是关起梦来 莫言吉的作家就不要说话了 我又玩新游戏 所以你的作品 我没有参与感 那我怎么让勾引他们呢 所以你的整个剧情要开放 对我教你一个省事的办法 小说都不用自己写了 写一个开放性的开头 众筹 大家完成这个故事 大家把它推上数据 我跟你讲 国内那个小米手机 不是邪路里杀出来 他原来不做手机的 就那么几年功夫 他们那个做营销的那个 叫黎万强 也是联合创成之一 专门写过一本书 叫参与感 名字叫参与感 就是说小米手机 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是我们听了很多米粉的意见 所以米粉在小米手机 这个商品上 他觉得有他的功劳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心理 对而且我觉得 除了这个参与感以外 就是说这个流量明星的问题 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逻辑 就是我原来一直很好奇 就是粉丝把这个流量做那么高 转发那么多 其实是给谁看的呢 其实他们是给品牌方看的 就是他们不是给我们这些观众看 他是给品牌 品牌方看说 我们的这个粉丝 我们这个明星 是有这么大的市场号召力 所以品牌方影视剧 就会给他很好的资源 那粉丝再去买这个品牌方的产品 然后再去贡献收视率 所以到最后又变成一个 粉丝买单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们做数据 其实是给这品牌方看的 在我的这个老派的道德观上来看 要照这么说呀 那这个粉丝是何等的一种 伟大的 无私的人格啊 他自己没好处啊 他有好处啊 他满足啊 就满足嘛 这玩意儿你像我就不认这个 你给我一块钱 我满足好一些 这你不对 我满什么足 谁知道我呀 不是 我是千千万万人的一个 你要说将来说 哎 是 家辉这个粉丝在演唱会上 我要感谢方舟 他把我推上了流量的高峰 这我满足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 我如果是铁粉啊 就铁粉 我的贡献很大 你们是不是那么有贡献的 我只要在你们这群人当中 显得我的这个贡献度大 我就很满足了 就我在看旁边的这些粉丝的时候 我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对吧 我贡献了多少个号 我贡献了多少流量 你们没我呢吗 而且魏老师 其中我觉得有个关键在什么 那满足感 除了我觉得我高人一等 跟其他普通粉 普粉不一样 其中一个满足来源在于说 那个当事人 那个明星 那个叫什么人气老生 我能做人 你就说你自己举例吧 给他一个肯定 那可以很虚妄的肯定 比方说那样明星什么 那个然后就在那边 我感谢我的铁粉团 什么什么 对对对 光是一句话 他就非常满足了 我这个联想怎么来了呢 我记得龙映台 大座家龙映台 他随后每次开签名会 几千人排队卖书 签得很累 然后呢宁清侠也开 也要开也要签得很累 然后宁清侠说 那怎么办 龙老师请叫龙映台怎么办 假如每个人都要写名字 蒋方舟你好 宁清侠 那类似啊签两天两夜 那那个龙映台教他一招说 你不用写名字啊 不用提上款啊 又写林清侠 可是 那林清侠说这样不满足啊 那龙映台教他 你给他一个眼神 签名的时候 嗯 哦 林清侠 嗯 林清侠 嗯 那一个眼神 哎 后来林清侠说 啊 果然是这样 那那个眼神啊 的功用啊 别作用 比千奖方舟更厉害 林清侠啥看过我了啊 林清侠在其他人面前 看了我一眼啊 你知道吗 这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你把这个满足感 想象的太简单了 就是其实这个粉丝 跟idol之间的互动 是有很多种类型的 总要付出嘛 他付出也是一种满足感 方舟你是作家 你会写那个十万家吗 我会写啊 怎么 有什么招 我写过 但是我并不是冲着十万家 只他莫名其妙成为了十万家 就是我觉得 嗯 就是引起共鸣 对我来说 因为我觉得有两种 特别容易获得十万家的方式 我不知道这种概括 是不是 我想是专家是不是合理 就是我觉得一种是引起焦虑 一种是引起共鸣 那我觉得可能我采取的 就是后面一种吧 就是引起共鸣 比如说 我可能不写 我作为一个作家怎么样 而是我马上就要到30岁了 我对于生活是这么想的 那我觉得那可能会有30多岁的人 不到30岁的人 就是点进来看等等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共鸣和焦虑 可能是最容易引起 你看我那天还看到 这个跟你们有点关系 它叫知识付费 有人说那么几句话 就说 说这个现在这个知识付费 从最早的机场的那个成功学啊 到最后一直到这个所谓 就是说 你人生的任何一种焦虑 它都能给你讲出来 它都能引起你的这个注意 但是呢 它的那个承诺 是不是能够消除你的这个焦虑呢 然后呢 不能啊 但是它流量得到了 就没有然后了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它 他们现在老爱讲一个贩卖焦虑 我要不说我真是后知后觉 我才明白一些演讲术 就是说原来啊 先让你觉得你很惨啊 你问题很严重啊 你知道就像我过去啊 比如班里 也不是 这大学了 比如女同学 自己看上一个女同学 这女同学又跟别的男的谈恋爱 然后想把他们拆散嘛 我就经常这样给他做思想工作 我说你现在觉得甜蜜吗 很甜蜜啊 真的吗 就谈人生 谈哲学 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个 好像在这个甜蜜之外 还有那么一点点 不为人说出的苦涩吗 谈恐吓别人 不是要恐吓 就慢慢有时候 这个意志不坚决的女孩子啊 她能给你忽悠的啊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 于是甚至你要沿着这条道 把她引导下去啊 没有人的灵魂经得起质问 你知道 对对对 没有人的人生经得起审视 对对吧 所以说慢慢觉得 是不是真的有点问题 然后呢 有点问题 接下来那向谁求助呢 你对面的这个人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不是流量的一个招 很多写那个流量文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方说讲的这个 就是共鸣嘛 其实焦虑也是一种共鸣 对 其实我把它称为叫心理投射 其实那个电影这个套路特别多 还有那个我们以前的小说 我年轻时候看的小说就是金庸 金庸也玩这个套路啊 尾小宝有多少人把自己 就男人啊 把自己投射到尾小宝身上 然后说我要娶一个双儿这样的老婆 对不对 就是你就是心理投射 那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小说 电影电视剧 这种编出来的故事 流量很大 你要正儿八经坐下来 你说我写本哲学书 没什么流量 因为它不会有投射嘛 这还是焦虑跟共鸣 你刚说的 刚说的那个套路 其实一直有用 用的最多是什么 就算在网络连带 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用的最多是卖药的 卖药的广告永远 你早上起来 没吃早餐会饿吗 不是嘛 算命的 再往前 算命也是 算命有一个好玩的 你甚至算命啊 不需要招来的 他们每个人总有挫败 穷算命 富销香 那不顺利 再会去找你 可是卖药 你明明好好的 就问你 早上没吃早餐会饿什么事 然后蹲下来 起来会晕吗 会这样 焦虑 焦虑就来 然后就去买他的药 那你有可能是高血压 他说有可能你就去 跟你同班的女生说 你幸福吗 一样的道理 让他引起焦虑 只不过现在有了网络 比较方便 而且那就是你知道 他没有问题吗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 那就全面甚至是做数据 问题是他是可以做数据的吗 那么将来还有没有真善美 自己都可笑 还有没有这些 叫流量 所以还有一个词 叫流量沉淀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词 就是它是假设这个流量 是什么都留不住的 有一拨人就是说 我们是需要这个东西沉淀下来 所以你的这个焦虑也有 早就有人在提供解决方式了 大和流过总共有 我这个焦虑本身也是流量的一部分 有人已经在想 总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 这个流量后面的一个 跟上了一个词就是转化率 就转化 我今天有一百万人看过的东西了 他能不能沉淀下 所谓沉淀 就是沉淀下十万用户 对吧 然后我为什么要沉淀这十万用户呢 因为我下次还想 对这十万人做生意的时候 我就 这个流量就是我的 我就不用去买了嘛 我就不用去刷热搜啊 刷抖音啊什么 这十万就是我的用户 所以这个就是转化 那你比如说 我要一个高流量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假设你足够有钱的情况下 你挺简单的 你就微博上投个热搜 刷个第一名 对吧 或者是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粉丝最多的一千个公号 找过来 写一篇 我窦温涛就是伟大的文章 流量就过来了 但问题流量来了以后 发现你到不都不是那么回事嘛 过不对版嘛 那全走掉了嘛 对不说大河过来就走掉了 那我总共想办法 它沉淀下来 沉淀下来以后 我这笔花流量的钱 就不会白花嘛 那我以后觉得 这个概念很重要啊 内地叫什么 沉淀是吧 沉淀 就在商业用语叫sticky 它有多粘着 粘着你 粘就行了 只要流量没有用啊 就告诉我 长期重复 重复来的人 是多少 我还关心的是变现 现在我周围好多人说变现 就说流量 怎么就变成钱了 所以你刚才说到 那个支付费 它就是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行列 有一个担忧 就刮过来 10万人 买了你的 豆温涛的一个 什么 情商客 然后过完一间以后 你发现 这10万人 没有人续费 没有人续费 就是大家一冲动买了 买完以后 可能是停了一年 也有可能压根就没停一年 就停一个月 或者停一个礼拜 就忘记了 然后你第二年怎么办 你第二年就很难考 你又得花钱去买流量 你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 撑下来 现在很多人担心的 就是支付费 这一个bug 或者很多人批评支付费的地方 就是说来第一波 没有第二波 就沉淀不下来 就沉淀不下来